常常来录制王牌啦 在夜途中只要想起你就天亮了心口 温浪的直窗忘不掉膀口 前面的花火可不断彩虹 你就是我心中入恨的天空 安来复去的时候要记错 漱不掉天黑 烟花不会太灭 这 这 哈喽 哈喽我们坐那边了 坐那边 好吧 这是你你俩一起养的小狗 已经开始了 自己小狗 坐那边坐客厂 坐里边老乡 哎呀 这就是我们在直播 真的在直播 好 跟我们直播的观众打个招呼 咱们是实时直播吗 是 王牌队王牌第8号的直播观众 天呐 那个王牌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诚诚 你是 我是来探班的 真好来探班 痛风的梧桐 对 好痛 好 想问一下诚诚啊 在节目里面接到过小童 好 哗哗 虾哥等人的电话 你都用AI换脸了 当时看到什么心情 唐疼 唐燕姐 唐燕姐 呃 就是当时都是唐哥的脸嘛 对 但是就是奇壮异服的唐哥 就是各种唐哥的版本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就是 快打个招呼 Mia Mia 还有名啊 有名 Mia Mia 你的狗是吧 对 我的狗 刚养的小狗 他才三个月大 小女孩 啊 那这种孙亚轩也养了一个狗 孙亚轩 小孙儿 小孙儿养了什么狗 也是鼠标吧 是个鼠标 鼠标什么狗啊 鼠标 是藏牢吧 是小孙儿 啊 不知道什么 忘了什么狗 编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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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好 陈正今天来到海线场什么想要那种直播观众说的 今天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首先是那个 就是大家都就是好朋友一块 就是相当于就是像来玩一样 然后其次呢是第一次是跟带观众一块录制的 没路过带观众的 是吗 没路过带观众 一上次来没带观众 没有 上次庆怀那个 对对对 就是第一次是带观众的录制 哦对 还有一次是疫情的 对 哦对对对 尝尝这一期其实尽管人没在王牌也出现过好多人 听说听说也是一直被Q 一直被Q 对 我们下一周的时候还有一个大家集体话翻成 对 也计那个那时候一直都在都已经跟我通报过了 那我们下一期的王牌好友会邀请陈陈 我们肯定是希望邀请陈陈看陈陈怎么选吧 哈哈哈 嗨 哈哈哈 这个哈哈哈 给我架这了 我们所有节目都愿意请陈陈 陈陈多好啊 还是 另外 对 这么好 那陈陈在这儿王牌里面 您其实最想挑战的游戏是什么 最想挑战的游戏 咱 好多游戏都我都挑战过了吧 最近有什么新的 经典游戏 经典游戏都挑战了 对 都挑战了 都都挑战过了 那就看看 巫通导演有什么新的这个 新游戏 今天来都是新游戏 是吗 嗯 但凡出现一个一样的 反正今天没有个人战 哈哈哈 都是集体战 好好好 新游戏我们的公共导演也尝试过 还落水的 哦没有没有 哦对 试试验的一下 你那个落水的我也看了 啊那都看了 你还挺关注节目哈 哦对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我拿到无封导演啊 就是就是上周晚在微博世界大会拿下年度优秀导演 什么有这事 哈哈哈 他不听什么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王牌队王牌第八集 这一届拿到了年度品质作品 啊 然后想问一下就是当时在年度世界大会的时候 总是说你白天一直在紧张 你当时拿着的心情是什么 那心情就是我不配 哈哈哈 有这事啊 是我也我也确实没想到 那你当时是什么心情啊 就是觉得我不配 你你你你发言了吗 我发言了 哎呦 我真的没没想到还是还是因为因为这个压力太大了嘛 肯定是比较有很大的压力 还是因为大家喜欢看 压力太大 所以就是给自己就更更更更努力吧 对 这个你以为这个奖是鼓励你吗 是鞭策 是对你的鞭策 我发现了 让你越做越好 你以为是鼓励你吗 那你刚才的那句 哈哈哈 反应是 哈哈哈 还是对 也是鞭策 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 然后 陈琛如果给吴虹 起一个应援口号的话会是什么 给给 为什么要起个应援口号 他 这下面的问题有光年 我还不值得应援我赶紧 他不值得 这赶紧进后期了 对 哈哈哈 应什么圆啊 对呀 老想 老想干一些艺人做的事情 赶紧去剪片子吧 还要应援 哈哈哈 那陈琛如果给腾哥 讲一个应援口号 或者一个抬头是什么 腾哥呀 腾哥的应援口号 嗯 嗯 嗯 这个确实有点难 腾哥腾哥 学富武车 哈哈哈 好好好 好好好 等到 为了我媳妇 不愧是 不愧是年度什么导演 年度优秀导演 沈腾沈腾 最爱诚诚 哎 这行这行 好好这个可以 就是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因为陈琛到现在的微博简介 都还是希望我早日能够成为最想成为的那个人 永远追反的都比较沈腾 是 这个是在还是21年的时候 王台玩游戏失败的一个程度 到现在还还在写的 对 你看看 还是一如既往的仰慕腾哥 还是真心话 对 对 那你现在觉得你这个目标还有多少米 还有多少米 那还是差了很远的 离哥哥 但是也是在一直在追赶的路上 嗯 那陈琛在音乐方面也是有自己的节奏 现在有没有准备新的打算 有 可能就是明年想给自己留一点时间 就是好好去筹备一下吧 对 会筹备出一些贾灵姐喜欢的歌吗 哈哈哈 是 大家都喜欢 但是我估计灵姐应该不太会喜欢 我估计灵姐应该不太会喜欢 应该做一首她会喜欢的 对 那我们会到时候可以看到 比如说陈琛跟灵姐这首新作的挑战会 跟王台家族这首新作的挑战吗 你是说那种舞蹈挑战吗 挑战首饰舞 哦 首饰舞 可以啊 可以到时候给大家发起这个挑战 让大家接受一下 你来王台打歌就可以了 来王台打歌 先歌都没出 就想着来打歌了 是邀约下吗 那肯定的 我们我们的所有节目都邀约 又给你打歌 感觉今年的舞美很厉害啊 是的 因为舞美就是屏幕更大了 是 我看小童小童都已经被你逼的跳 跳孔雀了 真的看着 等于是王台在那个学分 我看他在学分 那可能下一集你来会跳藏独舞 有可能 这个确实涉猎不了 对不对 不在我的涉猎范围内 说不定可以跳 丧足再说吧 然后其实刚刚有聊到灵姐嘛 今年因为灵姐党新问题 暂时请家王牌家族 想要我们的党员是怎么搭配 就整个今年王牌家族了 因为今天王牌家族 想的是一个T型的阵容 因为我觉得如果只是 有一个人替换灵姐的话 就是跟之前的模式太像了 有一个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T型 就像一个家长一样 两个哥哥嘛 腾哥和沙哥 然后带着两个弟弟 两个妹妹 所以两个弟弟 因为已经在了 花花和小宋 两个妹妹有个小童 我们再给小童找一个小姐姐 但也是一个妹妹的一个身份 所以就组成了一个T型的阵容 等于说 而且这三个人也是 经常跟我们合作的王牌好友 也经常跟成群合作的 都你熟的 是 然后今年又加入了王牌好友的概念 就是是怎么想到 会加入王牌好友这样的概念 以及王牌好友的结果中的定位 就是刚才的那个 刚才的那个嘛 就是王牌好友还是一个 因为有好朋友来 大家心更安一点 你像我们做客栈的时候 成群就是我们第一期的客栈好友 就像不是代言人 但是是这个 自由的感觉 转带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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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如果说两位再合作一个综艺 就是两个觉得可以再合作什么类型的综艺 因为成群有来过客栈 那还是 我觉得应该还是往这个外面周围走对吧 不要老再旅游旅旅旅游对不对 有道理 这个很好 三两号友旅旅游对 成群提没事他已经提前说了 这样就避免我说比如说演员类综艺 哈哈哈 他每年都要请我去演员类的综艺 但是每次都被我给投掉了 对我们还是出去旅行的综艺 我们还是出去旅行嘛 是的 就是吴童和腾胜可能合作一个旅行 就希望能留这个机会吧 啊 这有一个前提呢 就是要重游这种成的时光 可以啊 穷游没问题 全是都可以 他 他可以的 靠自己的双手 哈哈哈 没问题 然后 其实也想问一下 吴童谣 这三个问题 真的 就是今年 王牌对王牌 这问题很重要 有很多出圈的场面 比如说那个科幻主题有简线啊 我们团件主题啊 想让你回应一下 这些名场面的环节中 游戏中到底有没有安排剧本 哦 这个我就看见像弹幕说有剧本 嗯 那么其实你说有剧本吗 嗯 帮我们澄清一下 有啊 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开玩笑了 简线确实完全没 肯定不止简线了 就所有都没剧本 对 你像跟腾腾打电话那一幕 就是也是名场面吧 大家上来就是确实 因为只跟我说了要给我打个电话 说 而且说腾 说要给 对 腾哥要给我打个电话 然后呢说 然后我说 而且而且因为王牌录制的时间比较久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接到那通电话的已经是半夜了 然后突然就突然很多腾哥的时候 就去 当时我那个表情确实也是没控制 控制不住表情 就没没想到 对 就玩了 城上啊 已经睡着了 那天 对 我已经睡着了 然后我今天说 吴童还要不打电话 我成了都睡着了 快不行了 后来对 然后给他叫起来 就给我叫起来 所以成了起来是刚起床那个 对 然后有一 没看有的嘉宾没打电话 是因为嘉宾已经睡了 嘉宾睡了 都没醒来 因为录的时候其实录的素材比较多 我们也录过一个像简线一样的游戏 但是因为那个就是没有玩的特别好 就没播了 所以如果有剧本呢 其实都每一个都很精彩了 然后我想你两个有错过MBTI吗 MBTI吧 哈哈哈 MBTI你是什么 我是 我就知道我这个 你是爱人不会吧 我不是 我 我是 不会是今天为了这道题特意准备的吧 我不是 那不是 我倒真的查过 就是在豪嫂 你是什么吗 你先介绍一下 我是ESFP 你是艺人啊 艺人 哦那还真的是 我是表演性人格 哦我是那个ESFJ 天呐 什么 你每天装成一个爱人 没有 我也是爱人 就是爱意都有的 你这 你这四个字母哪带爱了 不是 没有爱而已 心里可能意 这个人还是爱 然后王台家族 你觉得就是安逸 都能给他们排个序 安逸排序 最逸的人是谁吗 那肯定是 哥哥吧 腾哥 腾哥 腾哥你觉得逸吗 你跟他 肯定腾哥是逸的 还是逸的哈 绝对逸 在这几个人里 好像是最逸的一个 太逸了 哈哈哈 比起你倒不是 不如你 但是我其实比如说 我们要是第一次见面的话 我其实也挺 啊 稍微还是有点拒谨 对你回看我录你节目的前期的时候 我对你还是很第一期情 哈哈 你说什么话 呦呦呦呦呦呦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忘了我忘了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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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弄虚用了 不是 不是 我没有看到的 我 米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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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米娅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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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没我真没看到 对然后那还有谁 还有还有还有 花花哥应该是比较挨的 肯定是挨的 晓彤呢 其实晓彤是艺人 有点艺的 嗯 晚上艺 酒后艺 反正他应该是个艺人 反正我认识这么多明星好友哈 能视频跟我打电话 只有两个人 范晨晨 关晓彤 哈哈哈 范晨晨是A18连民党啊 关晓彤更 范晨晨更 没有必要吧 自己私下打电话 还有 不是 他就经常会在打电话 且会接视频电话 他无论在在任何的事 要睡了 或什么 他也接不 还是挺很易的 所以算是易的吗 我以为我很 谁小宋也不也有易的一面 对 小宋也是 是吧 小宋也有点易 我看他在节目上越来越活活了 嗯 孔雀东南飞啊 对啊 我看他那个 你真的多看了 对看 跟晶晶的那个 对 是的 小宋骨子里 还是有点易的成分的感觉 是 是吧 但不是 但唐燕姐应该是爱人吧 唐燕姐也 也有点易的 这都有点易的 倾向 倾向 不会都是被你逼的 大家都变易了 变易了 唐燕姐的粉丝愿意吗 问 唐燕姐 就是爱意皆可吧 爱意皆可 工作中 也就还行 沙哥 沙哥也纯易人 沙哥有点易的 对 是的 沙哥最没有漏下 那个 杨迪 杨迪 啊 他也是王牌 哈哈哈 这么多年了 哈哈哈 他很有说吗 他杨迪是易的第一名 应该算 他也是易人啊 不是 对不起 我 对不起 第一的歌 迪哥 没想到 智友也算到代言人 哈哈哈 迪哥因为是王牌家伙五番 啊 他叫他也 十代八番 他也 还五番 OK OK 你好 所以王牌算 杨迪算最易的吧 对 杨迪杀哥 然后腾哥 排序差不多 那 那就可能还是迪哥在最前 迪哥是最前面 是的 所以王牌就王牌那么好笑 是因为艺人大家都在 就场子非常非常的热了 好笑是因为就是大家现在还是挨人 一爱结合 一爱结合 骨子里有点异的倾向被魅点点的发掘吧 嗯 然后之前在节目里有出是花花说 就是那个花花回复你的信息的频率有提高吗 我们那次的 哦 其实有那次就是开个玩笑 他只有一次花花闭关了 花花有时候会闭关 写歌 哦 所以他就会两个月一两个月没回信息 基本上他还是都回 还沟通还蛮频繁的 是只对你还是 只对你闭关 那我不知道 是你 没有他是会 但他有时候会问完一个 问完那个话 一个一个月以后回回上班局 就有一次是这样 其他时候还正常 陈正回复你微信的频率是吗 陈正应该挺快的 不快 我觉得挺快 陈正挺快的 陈正只要看到应该就会回吧 对吧 然后小红在王牌里面是我们都挺单啊 他的那个舞蹈参论 也是在节目里被大家发觉的 你觉得他还有什么参论以后的节目给大家展现 被你们都掏空了 说不定还有点 都几年了 全都 都发的到现在 从那种 那种偶像的那种舞蹈 再到 女团舞 对 再到孔雀舞 民族舞 创意舞 行了 就差 啪瓶了 哈哈哈 你开始 我来不了 得让还是小红来吧 哈哈哈 现在可以啊 小红肯定才艺还是比较多的 你看他除了跳舞方面还有朗颂呢 对 然后这个 歌曲 对唱歌 歌舞 对唱歌还没发觉 我们这能唱歌人比较多 唱歌没发觉到小红身上 沙哥倒是发觉能跳舞 我没想到 沙哥上次就游戏里面跳的时候 还没有 民族的那种吗 他是那个他们大学的那个芭蕾舞队的队长 真假 啊 因为我看他跳的时候没有童手童脚 我说你是不是会跳 不是童手童脚 你不要拿你的标准来去评判别人啊 没有 因为我就他说他是芭蕾舞队的 他说啊 我就说未来给你做一个舞蹈嘛 那陈诚在节目里面之后 如果下次该来我们节目 会得把设计什么方案的才艺 不会 哈哈哈哈 诚诚会聚 哈哈哈哈 没有 诚诚全能担当了 一般是我我不太想演 诚诚跳的可以 他可以 他跳跳好的跳那个搞笑都可以跳 搞笑 啊对呀 这些鼻子跳都很好 哈哈 还是还是全能全能人才 飞鬼 但腾诚跟小童合作过 腾诚 清欢 他诚诚 你跟童哥都已经这么似乎的地方了 我彭彭 跟你清欢的时候 冬天里一把火 对 对吧 你跟小童合作一下 然后说 大家都说小凤这一戏更鲜活更放开了 那现在小凤在年前 你在采访中 是不是他说最大的变化 这更真实的 这更真实的 他愿意把真实的自己放到舞台上 我觉得还是更真实了 多可爱 对呀 有安全感了 可能对这个舞台 所以他就就就把活泼的一面拿上来 陈正有觉得小凤长大了 跟之前 二一年的什么改变 其实我见到小凤的时候 他已经就是在王牌 都是第二年了 哦对 对 然后呢 清欢的那个主题 那时候 对 他就感觉也就是 年纪很小 但也很会照顾人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现在是王牌就王牌 你走过八季了吗 然后今天是第八季的周端 都八季了 哇 恭喜恭喜 那你那跑男十季了 哎呀 都是晚的都过 同喜同喜 觉得你们记得第一次来王牌 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来王牌 你们知道吗 你们都在现队 你问我 我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王牌 是第一季 第一季 第一季的第一期 来探班 探班 当时来探班大家 对 现在还有 好多人 当时是当时还是 那个模式是 就是两队的IP来对抗 两队的IP来对抗 那时候 那时候我还很小 很小 那时候还没成年吧 没成年 对吧 对 很小啊 看到了王牌录制的时长 还是大家的敬业 看到大家的敬业 那我们今天对王牌 对王牌的直播的观众 就是说一点八字的观众 八字 八字 八字的观众 说点 说点 说点话 说点话 对 我王牌已经反应了 就感谢大家对王牌的支持 和鞭策 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如既往努力 其实我们在这一季做了很多新游戏 也有很多游戏现场可能玩的不是很好 艺人自己也会沮丧 大家讨论 但是大家还是会坚持多尝试一些新的 然后给大家新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这一季大家比较努力的 而且我觉得这一季因为有王牌好友来 其实王牌好友还是很有压力的 比如唐上这次来 他其实压力非常非常大 因为之前他没有上过这种棚内的节目 完全没有经验 但是他每一期他自己会总结 他会复排我这一期里边 我怎么可以更好 我怎么可以更适应 这节目到底怎么玩更好 就他自己会成长 后来他就告诉我 他已经有点心理节奏 适应这个节目了 知道怎么玩了 也喜欢起来了 但是已经受关了 现在这一轮已经要受关了 所以我们 我们觉得大家都很努力的做这事 都在成长 成长 因为我觉得一个综艺的核心确实是人 还是人在里面发光了 这个节目才会发光 咱是最后一期 对最后一期 其实应该对 按理来说应该是 我这一期应该是最后一期 放心 那个王牌的观众们 这一期我在 我一定帮你们看好 如果蛋牌有一个同样的游戏 我一定帮你们鞭策它 讽刺我大差不差 对 我一定不会给他留情面 好的 你们就放心吧 然后最后给大家关注腾哥和橙胜的新电影 还不 不能说这个 哦 没有没有 这是狗人性的 你看 有他 有他 对 对 可以关注我跟小彤的 对正在拍摄 对对对对对 小强人家 对 二次二度合作了 对对这次演我妹 哦 她是我妹妹 上一次是琴 对上一次是 上一次是这个 朋友关系 哦 好的 好的 谢谢大家 你给我说一句就是马上年末了嘛 然后祝福一下 然后给自己递个明年的flag 可以 你的flag还除了第九季还有能有别的吗 那他可有很多flag 减肥啊 啊 之类的 我的flag 我的flag就是未来能跟橙胜再合作一档节目吧 好 我的flag呢就是 我想想啊 我的flag呢就是 希望这个节目不会很累吧 哈哈哈哈 这是你flag出来的吗 请 这是你 你怎么flag这点 可以吧 出不到你身上 对 好可以可以 我接受到了 接受到了吧 对已经鞭打到我身上了 不要太久的那种 希望能比如说中午出宫 新游戏就得久 一到太阳落下 我们就回回家的那种 对 那我就是干涉王台以后每一个新游戏都邀请陈琛第一个来玩 陈琛现在玩游戏已经很厉害了 他已经游戏高手了 是的 已经很厉害了 继续再歇再厉 谢谢 谢谢大家的 变策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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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同这个让我们去拍摄 我们要看那个摄像机 我们要看那个摄像机 好 这真的是全程的